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在我之下 凭他还不能让我怎么样 额头上青筋一拖 隐眯起眼 转头望向那个人模狗样的男人 抱走 是我将那小翔子做太监一般的使唤了七十回来 太监二字 将你的神经刺痛的轻轻一跳 手中的孟婆汤微微一颤 你再忍 我再陪你一起去神经店数星星 你忍无可忍 说你大眼 你一声吼 在小鬼惊恶的目光中 将手中凉凉的孟婆汤 披头盖脸的向那家伙砸血 汤悬洒在了空中 管中 管却正中出不如侧脸 他一声闷哼 捂住了脸 鹰石吓了大叫 你指着他那一双眼 早在之前那场交锋中被你揍得紫青的眼计讽 张着一对熊猫眼说瞎话 你也不想蛋疼 这可是你逼我的 初空咬牙切齿地望着你 你瞧他手中正以法力凝气 防似要一击将你抽死一般 完了 完了 打不过就怎么办 试试 生命的小鬼猛地回过神来 你把孟婆汤砸了 你要造反呢 他 尖利的声音 刺泡了孟婆磕着人的鼻涕泡泡 孟婆庞大的身体一路蠕动 眼瞅着便要醒了 那种常年受民主滋润的阴暗气息一动 你立刻 你历史更觉得腿软了 是他 他要造反 那小混蛋不想喝孟婆汤 所以威胁我 让我先来做实验 看看汤不喝汤会怎么样 我都是被逼的 此时 你简直机智的没朋友 嗯 一个浑厚女生带着初醒沙哑的民府婚案之中的回响 沉沉倒压地喘不过气来 谁不喝我熬的汤 巩固放浑的众鬼 say ش4 愧然之力 孟婆一下子变了身 哇 孟婆 孟婆 天 孟婆 你都 你又糊掉了 孟婆 Helo溥卧 正高 阴影一时笼罩了整个奈何桥 谁敢不喝汤 老娘成天熬汤熬得多辛苦 你这些小王八鬼蛋们 竟敢浪费老娘的心血 说着 巨大神去咚咚地踩过 众鬼魂的身体直直向出空奔去 速度奇快 与她的体积完全不符 应时下的莫等口袋人色全无 出空也是一脸愕然 众鬼魂同样下的红灰魄散 四处乱寸掌 你左右看了看 简面注意 一流烟地跑过了奈何桥 直奔溜到轮回而去 投入轮回之前 你回头一望 只见奈何桥前一片尘土飞扬 跑得跑 叫得叫 孟伯将出空紧紧握在手里不停地叫声 破磨星子喷了他一脸 而出空则是紧紧盯着你 愿毒的眼光 方似要将你千刀万刮 一 稍微有过分 二 怕活该倒霉 我们选什么呢 有一 有二 怕要什么 二比较多 活该 背梦活 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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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就偷了轮回 出空是肯定逃不过喝孟婆汤的境遇 这第一是你比他先出生 你拥有着前几世的回忆 会比他更为强大 你现在觉得 一 投胎果然是个技术活 二 小王八蛋等死吧 我们选什么呢 好 哈哈哈哈哈哈 小王八蛋 你就等着死吧 第一是 小媳妇就像我什么的最讨厌了 一辈子太长 Aerror还没面完 眨眼间 你投胎到丞相府中 已是第五个年头 丞相之女真是好啊 整日被人捧在手心里疼 你这也不用洗衣 别被 不用扫地做饭 坚持舒服的让人觉得 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啊 嗯 不过李天王喜欢的小媳妇 追上了 线马到底会是什么安排呢 况且 我那倒霉的相公公寄 还在名副说法吧 哈哈哈哈 你暗自写媚狂 狂卷一笑 一起纳日 投胎前出空夹着脱模星子的怨恨眼神 心情煞时飞扬起来 啊 打击包袱鬼是人家极乐呀 趁着心情好 给自己找点什么东西呢 一 继续安定的睡觉 二 选出显光一下吧 三 做一个文艺少女 二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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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趁着丫鬟却必不注意偷偷溜出了房间 在巷子里闲逛 刚走到后花园就被人给呆住了 是一个黑衣人 难道是刺客 一大声呼救 二揍你没商量 二 你们觉得我五岁能揍得过他 算了不拐了就这样吧 你毫不犹豫的 轮拳变杂 却忘了自己现在是五岁小儿 小若全砸在身上不痛不痒 大小姐莫怕 属下是向爷新招来的门客 名黑五 门客 一是不是吃白食的 二 你有什么本事 我们选什么 吃白食的我会被他打死吧 我不敢 你们都选一 那我点了 是不是吃白食的 滴水之恩 当用全相报 向爷的知语之恩 黑五感激不尽 定会全心全意为向爷服务 干脑涂地死而后也 你跟我表忠心有什么用 你家还是小孩子 黑五被你咽得无话可说 你头发一甩 卖着小骨子跑不开了 黑五会不会以后弄死我 好怕 你又逛了一会很快就被吹笔贼的了 小姐可算让奴婢找到你了 这很快就找到了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呀 想让奴婢来寻你 说是要带小姐去大将军府 哦 去告诉我爹 让他先去 带他去府我手 我自己就能找到 据说 当今皇帝与你爹还有大将军 是自小玩得大的好基友 特别是你爹宋秦文与大将军 录清浅的关系 出离的好 两家府邸门对门 门当户对啊 每日两家大人一起上了早朝 办完事一起回家 家眷也闲得没事互相串门子 将军府你熟得跟自家闺房似的 实在分不着让人领着券 可是 哦 可是相爷说 今日一定要与小姐一起去啊 哎 这些搞政治的老头儿 总是满身皮事儿 好吧好吧 我只想去 这是我爹吗 爹你知不知道你长得有点像 呃 有点像狗蛋爹 祝儿啊 今天又跑到哪里也去了 才没有呢 我正是在府上随便先逛了一下 我刚才碰到黑武了 他脸色很难看 说是见过你 肯定是你又乱讲话了 哪有 但是他本来脸色很难看 好了 今天爹 我带你去将军府走一趟 爹 将军府我经常需要 需要带门 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说来就话长了 在你还在娘胎的时候啊 大将军夫人也曾怀了胎 我们家和将军家是世交 于是我们两家约定 若生下同性则败为兄弟姐妹 异性则指父为婚 不曾想到 将军夫人某日不小心摔了一跤 将孩子摔掉了 后来一直未曾有孕 对啊 前些天我见过将军夫人 她肚子已经很大了 说完这话 你突然有了深深的不祥预感 你爹深情领望着你 然后点了点头 没错 正是今日 将军夫人 将军夫人产下义子 云翔 你可以看见你未来夫婿的模样了 你不光呆着你杨西桃 爹 你见过草泥马吗 啊 布墨 哪里隔壁的世界啊 你选哪个 Rum 我看见过草泥马吗 爹 我见过草泥马吗 宋爹愕然 你垂下桃 碰至心脏 付近泥马 你要问我为什么 暖寒热泪 因为一万头草泥马 在我心中呼啸而过 你抹了吧 泪汗着死云眼望着 我傻眼的爹爹 算了 你带我去看看吧 那个吃泪了小子 我倒要看看变成什么样了 你们刚在大厅里 坐了没多久 京城的大小官员 陆陆续续地带着铃铭来 一天忙着与同僚寒暄 一边悄悄地跑 睡往后院 将军府的人都认识你 便没有阻拦 你以纯真无邪的小孩身份 一路落着将军府的 将军夫人的内勤 走到门外 便听见了将军夫人 虚弱地笑 秦辉 儿子很像你 不 儿子像你 大将军催意的声音 化作了柔水一般 温热地几乎要让你 提出出来 你不让门外的侍卫团宝 悄悄些冷红 不在 内饰门外 看出个脑袋 往里张望 将军夫人身边放出个肉球 包裹的颜色 只露出一张脸 看这个角度看去 只能看见 鼻子眼睛 拂住在一团 拍什么玩笑 这火明明就像个包子 了不起是个小子 哪能分得清像谁不像谁 房司察觉到你的存在 大将军转过头来 看了你一眼 随即眉眼笑了起来 他眉眼了眉眼 想到你一眼 小子 你一眼福不浅啊 还没睁眼 你媳妇就在门边等你了 还不起来看看 你说了这话 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再等着 便也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 将军好 夫人好 将军点了点头 小丫头 着急寻过来了 你爹 他们也该久等了吧 夫人你好好休息 我先出去了 夫人虚弱地点了点头 将军走到你身边 不客气地 揉揉揉你的脑袋 丫头 去 看看我儿子 你相公 说完 便大途出了门 想一想 过来吧 你不客气地 跑到床边 趴着床脸打亮着 于是粗粗的魔浪 这 揍呆呆的一团 丑极了 他都忘了忘将军夫人 不敢 贸然出手揍他 只能眨眨眼 乖乖问 夫人 我可以摸他吗 当然 摸哪呢 一 摸脸蛋 二 戳小手 三 戳肚子 四 结束 来 你们说吧 我们摸哪 你不要多 脱两边 你身头食指 脱着他的脸 默默其意地 柔软出感 怎么能想象那凶神恶煞 抽人屁股的魔鬼 居然和这小家伙 拥有同一个灵魂 原来这就是新生 还可以戳 每个都戳一边 把戳小手 看这小家伙 站在紧紧的裙子 别好奇戳了一下 他竟然张开手心 将你的食指 拽住 握得紧紧的 然后 拉着的手 往嘴里放 看戳肚子 小心翼翼地摸摸他的肚子 那柔软的触感 对吧 结束 云翔 他喜欢你哦 将军夫人温柔地摸摸 摸了摸他的脸 你喜欢他吗 你心头一颤 觉得如果在这时候说 我喜欢欺负他这样的话 会不会挨雷劈啊 嗯 指尖一软 就是他将你的手指 还用到嘴里 心头不留地一仰 以后从自己 趴在床旁边 被蛊惑了一般说道 好喜欢啊 这种温软的 触感 比之你那把团 那把团扇 扇出来的暖风 还要让人沉眠 多好啊 从今以后 你们可以携手到老 白发奇眉 虽然你比他大几岁 但也没什么大事 让他 现在你护着他 以后他便可以护着你 这浅浅的声音 在你耳边飘远 相公两字将你砸回现实 哈哈哈哈 我我李天王 扶了灵霄店后 猖狂的大小又在你耳边回响 你不用打了个寒串 好像已经清楚地看见 未来小媳妇 酷追相公的生活 正一步步向你靠近 而你居然在这种时候 被敌人的外表 所迷惑了心智 这是太可耻了 这是太失败了 好 我们这一期 先录在这里